子宮頸癌 子宮頸癌 其實它最重要的就是 跟人類乳兔病毒的感染很有相關性 所以任何會增加乳兔病毒感染的風險 都會增加癌變的機率 像是過去看起來就是說 如果你有反覆陰道發炎 或者是你的性行為比較問亂 有多重性伴侶 這個其實都會增加乳兔病毒感染的風險 乳兔病毒又有這種分高風險型低風險型的 一般來講乳兔病毒感染之後 大部分兩年之內都會自己好 但是如果你感染到跟癌症比較有關的行別 那就不太容易自己好 像是統計上也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你初次性行為的年紀 有些統計是寫16歲 有些寫20歲 那年紀越輕 初次性行為 你的子宮甲的風險也會比較高 那你感染乳兔病毒之後 如果你的身體免疫力比較差 像是譬如說你本身有一些 免疫不全的狀況 像是有一些HIV的感染 或者是你有一些器官移植 你有在長期使用免疫抑制藥物 或者是你是長期洗腎的病人 這種相對來講免疫功能比較差的情況 在感染乳兔病毒之後 也比較不容易透過免疫細胞把它清除 這種就比較容易造成子宮脊 拿來前病變 我以為是你會不會擁有的 你會不會擁有的 你會不會擁有的 我會不會擁有的 我會不會擁有的